首先我想要分享一个毛利作家Patricia Grace 她写的几短篇 叫做《蝴蝶》 那这个故事乍听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隔代教养的家庭 祖父母正在帮小孙女整理书包 然后要送她去上学 然后他们就叮咛她说 到学校之后要听老师的话 老师说什么都要照着做 那这是一个务农 种菜为生的家庭 所以当小孙女下课回来的时候呢 祖父母手边都各自有农事在忙 但是他们因为很关心小孙女的教育 所以就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 问她今天在学校学习了什么 那小孙女就拿出她的画图日记 然后指着上面的内容说 这是我画的我 这是我画的蝴蝶 我杀了所有的蝴蝶 那听到这边 大家可能会觉得 祖父母应该会大惊失色地问说 你为什么要杀蝴蝶 可是不是 他们的确有发问 可是他们问什么呢 他们问说 老师喜欢你的故事吗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这表示他们觉得 小孙女杀蝴蝶这件事情 不需要过问 反而是老师喜不喜欢这个故事 才是他们在意的 结果小孙女就说 她不知道 祖父母就有点紧张 想要问老师到底是说了什么 为什么小孙女无法判断 小孙女就说 老师说 蝴蝶是美丽的生物 它们在阳光下飞舞 它们拜访每一朵花 你不要杀蝴蝶 祖父母就愣住了 那不久之后 祖父才打破沉默说 这是因为你的老师 他的高丽菜 都是在超级市场买的啦 好 所以听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 原来这个故事 是有意要批判 像老师这样 只知道照本宣科 然后不解民间疾苦的人 蝴蝶虽然是美丽的生物 可是它产卵 毛虫孵化 吃了菜叶 就是会造成浓损 所以小孙女杀蝴蝶 其实是有它的 不得不然的苦衷的 可是这个故事 和动物福利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 比较直接的联想是 好像有点像我们 刻板印象中的 某些动宝人士 他们关心动物 超过关心人 就像这个故事里的老师 然后 而且他们表面上说 保护动物 其实只是在保护一些 可爱的毛茸茸的动物吧 猫熊啊 北极熊啊 猫狗啊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常听到的批判 好 那我们先姑且不论 这样的刻板印象 有多少事实的根据 有多少其实是偏见 我分享这个故事的 主要原因 其实是在于 既然我们都蛮容易 很快地认同 我们祖父母的立场 觉得老师这样是不对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 同样的标准 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 想想看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 是不是确实也有 喜欢可爱跟美丽动物的倾向呢 那如果是的话 这件事情有错吗 有错的话 它错在哪里呢 那我们看一下 动物行为学家 劳伦兹他怎么想 那劳伦兹他曾经分析过这个人对可爱动物的喜好 然后呢 他就画了这样的一个插图 是包括人在内的一些动物 他的幼儿期跟成长期的脸部比例的变化 大家会比较喜欢左边还是右边的 左边 劳伦兹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他觉得呢 人基于保护跟养育幼儿的天性 就是会喜欢头大大的 眼睛圆圆的 然后眼睛的位置比较低 双颊鼓鼓的 有婴儿样态的动物 所以这几乎是根植在人的天性里的 这些特色就是会触发我们 想要去保护跟爱怜的情绪 那另外一位生物学家古尔德 其实也呼应这样的看法 而且他觉得 迪士尼最懂这个道理了 所以大家会看到 早期黑白的迪士尼 长得真的有点像老鼠 就是小头锐面的 他本来就该像老鼠嘛 可是他会越长越像人类的婴儿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更喜欢了 那的确如果我们有选择的话 你到迪士尼比较想跟左边还是右边合照 我想我们应该都喜欢右边吧 比较圆圆的 比较可爱的样子 所以这就说明了 喜欢可爱的动物 甚至只是虚拟的 是我们的天性 所以如果是天性的话 你苛责它有用吗 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那就是天性 那问题就来了 那如果喜欢可爱的动物是我们的天性 那我们就顺应天性就好了吗 那所以刚才我们到底为什么在批判老师 那所以不能批判那个老师吗 这样子好像又有点不对劲 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有时候就会开玩笑地跟同学说 如果依照人的天性 开学第一天教室里面不会有人 因为人有屈乐必苦的天性 那也是我们的天性 所以老师跟学生一样价没有放够不会来 那虽然是开玩笑的 可是我想已经足以提示大家 天性里面有很多问题 反而是我们要更自觉地去思考 怎么样地去改变 否则人类的文明是不会进展 道德也是不会进步的 就像回到刚才说的可爱动物 我们喜欢可爱动物是天性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天性推到极致 就认为说所以不可爱的动物 它死了我也不在乎 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生物圈并不是只是 由可爱美丽的动物所组成的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只容许人类 票选前十美的动物可以活着 那这个生态系会平衡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举例太超过太极端 会觉得我们没有对丑陋动物那么坏吧 其实真的没多好 这个是在这个 别让世界只剩下动物园 这本书里面 那到非洲当志工的上田利奇 它列出的非洲五丑 不是它自己列的 就是被当成非洲五丑的 这个其中的两丑 斑猎狗和秃鹰 其实它们呢 不时发现被刻意的毒杀 而它们的处境 除了当地少数的保育人士之外 其实大家不是太在乎的 那因为它们的食服者的形象 就常环绕着尸体 然后又被觉得是丑 所以它们的消失 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也无所谓 问题是 它们其实是所谓的关键物种 扮演着大自然的青道夫的角色 那当它们的数量减少的时候 其实这个动物的腐尸 在自然中成为这个疾病的温床的机会 就提升了 所以即使是我们觉得丑陋的动物 它们的消失也可能是有 牵一反而动全身的关键的影响 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它们的生存的处境的 而这样的状况 其实已经发生了 就是我们不太在意 然后所以数量一直在减少的状况 像南非本来有八种秃鹰 就已经有三种是极围 而两种是冰围了 不过英国有一个很有趣的动物保护团体 叫做丑陋动物保护协会 它们就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事情 以及注意到我们真的就是偏爱可爱动物 所以你如果进到它的入口网站呢 会发现它就反其道而行 它不是用猫熊北极熊来吸引你的注意 它是用这个讲得有点像老公公 然后有点湿哒哒 然后黏乎乎的叫做水滴鱼 这种海底生物 那原因就在于 它觉得像这样子的丑陋动物 一样它们的生存处境 都是要我们去注意的 可是听到这边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 动物保护真的是要求好多 如果要我去关心 顺应我的天性就会喜欢的动物 好像比较容易 那现在连丑陋动物都叫我关心 那下一步是不是会跟我说 蟑螂苍蝇蚊子你都不要杀哦 那我们今天虽然没有时间仔细地来谈 关于昆虫的动物伦理 甚至有些人不觉得昆虫是动物啦 那但是我们不妨想一想 为什么每当我们被要求去思考 人与动物关系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蟑螂推到第一线 就是大家突然变得很爱蟑螂 都会问说那蟑螂要不要保护 我们真的关心蟑螂吗 会不会这种防备的态度 他所透露的只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预设 就是我们觉得人和动物是对立的 然后保护动物就会伤害到人 所以今天如果叫我为了保护可爱的动物 做出一些妥协牺牲 那我可能还好吧 愿意 那如果说丑陋动物甚至是害虫 也叫我牺牲 那我就觉得太超过了 可是这样子的二元对立 真的是一直成立的吗 难道不可能我们在友善动物的时候 其实自己也是获益的吗 那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今天也坐在这边的 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的陈玉敏主任 他跟我说的故事 他在我班上说过的故事 那是在民国89年的时候 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 对北部的一些牛脂屠宰中心 做过一番调查访问 那时候因为还没有人道屠宰的观念 所以呢 牛脂的屠宰方式 就是拿着斧头对着牛的头盖骨披下去 披到它倒下为止 那每一个员工一个晚上要处理八到十头牛 而每一头牛大概要被披五六下才会倒下 那可以想见的是 越晚轮到的牛其实是越凄惨的 因为人的手慢慢地没有力气了 所以它要被披更多次才会倒下 而且它倒下的时候 不是因为它失去意识了 是因为它痛得没有办法再反抗了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不人道的 所以他们就进行了两次的 为牛请命的倡议运动 那在这个运动之后的十个月 北部的最大牛脂屠宰中心的老板 打电话进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再抗议了 牛肉的销售量真的减低了 你们就告诉我我可以做什么好了 那是一个很热血励志的转折 然后呢 他就成为了第一个引进人道制婚枪的人 有了人道制婚枪之后 牛脂因为可以被快速地制婚 所以是符合动物福利的方式的 这样子的屠宰 那再过半年 在一个农委会的相关会议上 这位老板在遇到玉敏主任的时候 逢人就说这是他的恩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员工的职业伤害的问题 他也不用再担心了 以前你就这样用蛮力 对着牛的头盖骨披下去 可能没有到几年 人的手也废了 而且那种心理压力 你一直要在第一线 你不但是见证 而且是执行 这样子一个残酷的过程 那个心理冲击也是很大的 那现在这些问题 都随着我们友善动物的方式 而减缓了 虽然还没有一步到位的 就是推广素食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是慢慢来 至少我们已经又为动物 多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例子 我想可以很具体地呈现 当我们对动物友善的时候 未必是会伤害人的 甚至人本身可能是获益的 所以从这样子 再重新地回来 思考蝴蝶这个故事 我们就会发现 虽然小女生杀蝴蝶 可能是有她的苦衷 但是有没有可能 我们也去思考 还有没有符合 自然生态的农法 可以帮这个小女孩脱困 让她不需要 每天每天 都需要靠着杀蝴蝶 才能够帮助家里的生计 因为这样等于是 她一直在训练自己 变得越来越对生命的消失 视而不见 这对她自己的成长 也不会是一件好事 所以只要还有 能够减轻动物的痛苦 或者让人与动物 能够更和谐地 共存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 要试着去思考看看 那这也是我分享 蝴蝶这个故事 最主要的目的 那我从蝴蝶的故事开始 我想要用一个 蜜蜂的故事 来做结束 这个蜜蜂的故事呢 是美国学者Haraway 他在他的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这本书里面 所引用到的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不完全符合 科学现实 比较像是一个 文学角度出发的 末世预言吧 那因为这个文字 有点多 所以可能大家 听我解释就可以 在这个漫画里面的 两个小人儿 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 在介绍蜂蓝这种植物 那他就说 蜂蓝呢 它的花瓣 会模拟雌蜂的样子 用来骗雄蜂过来交配 就是吸引雄蜂过来 帮它授粉 现在花开了 可是没有蜜蜂过来 因为帮忙授粉的蜜蜂 早就灭绝了 没有蜜蜂帮忙授粉之后 这个蜂蓝只能靠着 自花授粉的方式 不久之后 它自己恐怕 也是会灭绝吧 所以我们对这种蜜蜂的记忆 就只剩下 这个自身难保 也将死的花 所呈现出的 雄蜂眼里的雌蜂了 所以它就算再美 它也是一幅 就是即将消逝的画 然后这个小人儿听到 就蹲下对蜂蓝说 蓝花呀 我会记得你的蜜蜂 我会记得你 那Horaway说这个故事 倒不是为了让我们觉得丧气 觉得好沮丧 其实相反的 它是要说 只要我们还愿意记得 只要我们还有记忆的能力 一切就有再生跟重生的可能 就像今天 当我们听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如果感觉哀伤 表示我们还会哀到 人以外的物种的不在 那也许我们就愿意 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再努力地做点什么 来改变些什么 那或许也就有机会发现 人和其他物种的关系 从来就不是 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是在对立的两边 而是他们始终在我们之中 和我们共享着地球的资源 并且是命运与共的 谢谢大家